下面请全体起立 掌声欢迎领导嘉宾 以及学校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 全体成员入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就座 下面有请2022年毕业典礼 继学士学位授予仪式主持人张德胜书记 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嘉宾 各位家长 各位老师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尚无好 回眸岁月 立歌清晴 毕业幼稚 展望未来 不复扫华 青春不散 此时此刻 我们百感焦急 带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 怀着当下别离的眷恋 在此 隆重举行东莞城市学院 2022年毕业典礼 即学士学位授予仪式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出席今天毕业典礼的各位领导嘉宾 学校董事会董事长代表陈超群先生 学校执行校长李树英教授 学校副校长刘玉霞女士 学校副校长周庆女士 学校副校长方伟华博士 学校校长助理孔真强副教授 学校校长助理赵苏珊教授 学校校长助理罗魏国教授 我是学校党委书记张德胜 出席本次典礼的还有 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成员 校内各单位党政负责人 教师代表 学生代表 校友代表等来宾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他们的到来 现在我宣布 东莞城市学院 2022年毕业典礼 即学士学位授予仪式 现在开始 请全体起立 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中华人民共和国歌 大会进行第一项议程 校长致辞 有请执行校长李苏英教授致辞 大家掌声欢迎 尊敬的各位老师 各位家长 各位嘉宾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对于即将离开校园的毕业生而言 今天是你们的一个重要的时刻 在你们完成学业 在你们完成学业 整装待发之际 我仅代表大学 向你们表示忠心的祝贺 向西新培育你们成长成才的老师 向全体的教职员工 和给予你们无微不至的关心的家长们 亲朋好友们 自以诚振的敬意 今天我的心情和同学们一样 是激动 是兴奋 也有三岗 可以说是五位杂成 感慨万千 站在东广城市学院 更名以来 首次举办的毕业典礼的主理台上 作为你们的执行校长 为你们祝福 为你们送别 给你们临别证言 是我的荣幸 因为疫情的原因 原本为大家准备了 两个多月的毕业典礼 如今 必须要配合疫情防控的要求 不断地压缩规模 以最大程度保障私生的安全 最终呢 还是要全部线上进行 老师们和工作人员 为了毕业典礼 所做的大量工作 都因为疫情的原因 不得不中途停止 原本计划返回学校 参加典礼的同学们 也有点不情愿的 但是又是通勤达理的 取消了返校的计划 所有的人都感到些许的缺憾 今天的毕业典礼 我们就全部在线上举行 今天啊 我们2022届的毕业生 和2021届的毕业生 共聚在线上 共聚在云端 学校 通关疫情急剧的冲击 并且重塑着世界 人类进入了一个 异变性 volatility 不确定性 uncertainty 复杂性 complexity 和模糊性 ambulability 成为新常态的社会 随着新一轮的科学革命 技术革命 和产业革命的到来 汇聚交融 知识转化为生产利益的 效能不断地提升 具有无限可能的 互联网时代 大数据时代 人工智能时代 机器人时代 甚至是元宇宙时代 都将迎面而来 同学们 在你们的面前 是一个前所未有的 发展空间和人生舞台 在世界不确定性的面前 我们如何在变幻的 流变的社会当中 把握确定 是我们每位同学啊 在社会扎根的时候 所需要思索的命题 但不变的是我们在座的 每一位毕业生 都是一个 一个的独立 而灵动的个体 你们是有崇高的自由 和独立的人格的 年轻一代 你们是有着鲜明 个性的迁徙一代 你们是最早的 网络原住民 The Digital Natives 你们是伴随着 科技的发展 出生和成长的一代 科学技术 对你们来说呢 是日夜的 每时每刻的 陪伴着大家 这就是你们 你们正用独特的 生活体验 比如说 网络技术 电子信息 来理解社会 感悟薪资 我相信 你们在今后的 征途岁月里 完全有披荆斩计 克服挫败的能力 所以啊 面对复杂性 和不确定性 请同学们 保持一颗欢喜心 而且 我还想告诉同学们 在面对 疫情 反复无常 不确定的日子里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我们全体的 成员教职员工 对同学们的关心 这是确定的 此刻 回首过往 四年追梦之路 指引着你们 在成员里 行你所行 爱你所爱 将 Nothing is impossible 变成你们最爱的 座右铭 将一个个 不确定 变成 一个个确定 今天啊 你们进展去完 更加不确定的未来 去寻找 确定 寻找自我 这一段时间啊 我一直在思考 不确定 这个 主题 我有三句话 给了我们的同学们 一是 面对不确定的事件 责任和担当 是最大的确定 我们要担当 要有责任感 有担当 才能有为 十杠 才能新帮 担当 胜于空堂 二是 面对 未知的 未来 身向 所往 是 最大的确定 这一点 我们要确定 不管是 教育 还是社会的 整体的发展 即使是在 日新 越异的 社会里 也仍然 要有一种理念 要坚持 要有一种理想 要坚守 这是确定的 要不断地 去突破 舒适区 久久围攻 终能到达 理想区的地方 三是 面对 错终复杂的世界 将终身学习 作为我们 毕生的信条 这也是 我们最大的确定 我们要 不断地学习 毕业 并不意味着 学习的 宗旨 相反 毕业是 新的学习的开始 我们要在 工作 实验中学习 要向他人 学习 持续不断地 学习 才能让自己 脱颖而出 最后啊 我有四点建议 与同学们分享 第一 要保持一颗 好奇心 好奇心啊 是一切 富有激情的工作 的动力 是所有发明 和发现的 起点 也是 一切 优秀的研究 和创造的 发端 同学们 要始终保持一颗 好奇之心 这不容易 生活中 我们有许多的东西 有许多的现象 我们会感到好奇 想知道 但有时候 我们看得多了 见得多了 就会视而不见了 然后呢 我们的好奇心 就逐渐地上失了 好奇心啊 是来自于我们 对独特的个体 独特的事物的 独特的关注 同学们啊 让我们对身边的人 和事物 保持一颗好奇心 你一定会有新发现 哈佛大学的校长 Neil Rodenstein 他是在90年代末 我在北美 读书工作的时候 当时的哈佛的校长 我记得他说过一句话 他说啊 如果没有好奇心 或纯粹的 求知欲 作为动力 就不可能产生 那些对人类和社会 具有极大价值的 发明和创造 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他也说过一句话 他说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never stop questioning never lose your curiosity 他说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不断地去探究 去发问 绝不要善事了你的善天赋予的好奇心 我国居民的艺术家 范真也说过 好奇心啊 是科学之母 所以好奇心非常重要 希望同学们保持一颗好奇心 第二 要培养自信性 我们常说 自信是成功的一半 充满自信的人 你一看 就能看出来 一个人没有了自信 他什么也做不好 也做不成的 有自信的人 充满自信的人 他能够勇敢地面对困难 勇于迎接各种挑战 很多时候 自信是走向成功 必不可少的东西 无论是学习 无论是生活 无论是我们的工作 它都起着很大的作用 所以希望大家培养自信心 三是常怀感恩心 心怀感恩啊 是一种美好的情感的体验 也是一种良好的生活的状态 感恩于自己 是健康 是满足 是通融 感恩于他人 感恩于他人 是宽容 是温暖 是责任 是责任 感恩父母 给予我们的养育之恩 感恩老师 给予我们的尊尊教诲 感恩我们的同学和朋友们 分享我们的快乐 分享我们的忧伤 等等等等 常怀感恩之心 内心就会平和 其次 感恩啊 最好的方式就是珍惜 珍惜已经得到的 已经拥有的 哪怕得到的 还有缺憾 哪怕拥有的 还不如愿 人有悲欢离合 越有殷勤圆缺 这才是真正的生活 学会珍惜 才会明白 越圆是美 越缺 也是一种境界 如愿 不然好 不如愿 则更有机会 去完善 和选择 第四个 是拥有一颗 善尽心 英语善尽心 叫做ambition 要有雄心 传志 要有雄心 要有善尽心 to be a person with ambition 有一颗 善尽心 会让更多的人 喜欢你 自己 也会变得优秀 看了一本书 你会发现 你在这个方面 还有好多东西 不了解 在这个领域 觉得自己很渺小 那你以后 就会看更多的书 人生就是这样 你越努力 你就越强大 你看的书 也就会越多 当同学们 确定了 人生的目标 你的职业生涯之后 就要往这个方向 继续地 上进 如果说 上进 就是攀登 那么 当你坚持不懈地 攀登的时候 你就知道 自己 距离山顶的位置 有多远 咬紧牙关 坚持不懈 坚持向上 品着自己的努力 登向山顶 你就会体会到 一览 众三小的 这种豪情 说到三金星 我想起了 这个著名的爱国将领 民族英雄 林哲徐 林哲徐在 我们东莞也待过一段时间 是吧 他年少的时候 曾经对过一副对联 他看到那个上联叫做 海盗无边 天作暗 大海无边无垠 与天相连 天就好像是暗边一样 大家想想 你如何来对夏凉啊 林哲徐是这样 是这样来对的 他说 三灯绝顶 我为风 我爬到顶山顶以后 没有风比顶 不要我再高了 那我就是风顶 非常好的 这种豪源专语 要有散尽心 要有雄心的人 他才能这样来对出来 这就是我们说的 林云专制 你登到顶山顶以后 林云的专制 非常形象 同学们啊 在追求的路上 没有终点 有的只是不断向外 去吸取自身 所生长 所需要的养分 不管是今后继续深造 还是进入工作的同学们 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角度 持续不断地来学习 来丰富自己 要利用一切机会 来培养和提升自己的语言 沟通能力 解决问题的能力 批判性示威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 运用科学技术 来解决问题的能力 运用技术的能力 还有一点 非常重要 自主学习的能力 离开了大学 学习要靠自己 要to be an active learner 一个主动性学习的人 同学们啊 愿你们永不懈怠 心怀期待 愿你们跨越上海 续写精彩 愿你们在不确定的世界 永保确定的激情 passion和热爱 and love 这两个是不变的 永保不变 同学们 母校等待着你们的捷报 母校永远是你们 心灵的驿站和精神的家园 欢迎同学们 常回母校看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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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校长 情争意见的致辞 希望我们2021届 2022届毕业生 能牢记 今天学校和师长们 对你们的 英切期望和无限关怀 在未来的道路上 一往无前 大展宏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